妳們一定聽過 可是我沒有表演過 我是教我學生唱 所以我這樣當歌唱老師 已經當了七年了 就回馬來西亞之後 有一個娃娃 咦呀咦呀 學媽媽說話啦 鳥兒它要飛 急著急急著 含著離開家了 門前的老鼠捨不得呀 窗前的小花捨不得呀 親愛的媽媽捨不得呀 淚珠兒一起留下 門前的老鼠我想她呀 床前的小花我想她呀 親愛的媽媽 我想她呀 把笑容獻給媽媽 我為什麼唱這首歌 是我學生跟我說她要唱一首歌 然後我說什麼歌 她就講有一個娃娃 咦呀咦呀我就去 這樣網路很發達嘛 就去Google自己 然後找一下 喔原來這首歌叫娃娃故事 喔OK 結果播了她聽的時候 我自己眼淚不會流著吸地花啦 這樣子 就是好像在講自己呀 然後我本名叫張叔燕啦 燕子的燕 所以我每次有想說 把自己當燕子這樣 放出去飛翔 那其實我現在過年 這兩年比較忙 過年到現在 農曆新年的時候 將沒回去 所以我這個月底來回去 所以那時候 我特別想媽媽 就哭了吸花啦 所以我現在 你知道我現在唱這首歌 也這樣 喔 啾心啾啾的 好 我們繼續唱好不好 這首歌是 那個成熟化 是嗎 成熟化 她一起以前的作品 可是我覺得這首歌很棒 有一個娃娃 咦呀咦呀 學媽媽說話啦 鳥兒她要飛 一起喀幾喀幾喀 heiß著離家楂 門前的老鼠 順著寂吧 很傻不得呀 闖淼的老鼠 手寂汰 舖前的笑 天這種 flor 我想她呀 窗前的小花 我想她呀 親愛的媽媽 我想她呀 把笑容獻給媽媽 把笑容獻給媽媽 就這樣